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在對台灣領導人賴清德就職表示祝賀後的一天 當地時間5月21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出席了美國國會聽證會 對於台海局勢 布林肯回應說美國已經團結了世界各國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並且確保北京方面不會單方面改變現狀 他還聲稱如今中國聽到一國又一國站出來表達立場 正是歸因於美國積極的外交努力 當再次被質疑拜登政府並沒有以實力復日時 布林肯竟然說美國對自己進行的重大投資 令他們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良好的聲譽 尤其是在與中國、俄羅斯的競爭方面 他隨後還試圖反駁對於美國軟弱的指控 說美國成功阻止了俄羅斯在地球上活去烏克蘭 並且幫助以色列阻攔來自伊朗的報復性空襲 隨後共和黨籍的參議員保羅就指出 拜登政府試圖通過反覆不斷的恐嚇、制裁和威脅 來促使中國改變貿易和外交政策 但特朗普時期的事實證明 只是揮舞大棒、不手持胡羅伯的政策並沒有收到效果 他提出質疑現在美國依然未能胡羅伯和大棒併用 恐怕會導致反效果的 對此布林肯就宣稱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都是為了美國工人的利益 他還說身為外交官 他一向試圖以外交方式和合作夥伴或對手接觸 如果不能生效 就會使用一切能夠用的手段 保羅接著就提到了 拜登在2019年發布了一篇推文 當時拜登批評特朗普政府對華加稅的舉措 說美國民眾最終會為此付出代價 保羅就問布林肯 你認為面對美國持續的威脅和制裁 中方按理的意願行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不過由於時間的問題 布林肯並沒有進一步回答 而就在布林肯大肆在抨擊中國 又吹噓拜登 如何從實力服人的時候 他不僅要應對來自參議員的尖銳提問 還要面對來自美國民眾的直接質問 當準備以中國為開場白的時候 他剛剛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 這時候由美國媒體拍攝的畫面中就看到 抗議者一個個站起來 首舉標語、高叫口號 多次打斷布林肯的講話 隨後被現場的警員拖拉著離開現場 現場有示威者就大叫 布林肯所有人都會記住你是屠夫 又叫哭到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無恥至極 其間一名女性抗議者 反覆地叫到布林肯是戰犯 他是一個戰犯 現場的視頻顯示 這名抗議者距離布林肯很近的 起身高叫口號的時候一度令布林肯受到驚嚇 抗議活動的組織方粉紅準則是美國女權主義組織 致力於支持和平和人權結束美國戰爭和軍國主義 簡單總結 美國特別是拜登政府 以號稱美國回來了的姿態 要展示美國能夠團結全球民主國家 對抗中俄為賣點 但現在就面臨以色列越走越偏激的路線 不僅失去南方國家的支持 部分美國的傳統盟友、歐洲國家 也不跟美國的親以色列立場 另外布林肯說到用盡一切手段 就是拉幫結盟式壓制中國 例如發現沒辦法撼動中國貿易大國 製造業大國地位的時候 就要搞貿易保護主義聯盟 美國裁長耶倫近日在歐洲說 中國電動汽車電池太陽能面板領域的 產能嚴重超出全球需求 呼籲美歐以戰略性和團結的方式應對 這個月舉行的七國集團財長會議 將會聚焦這個議題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作出反擊 重新中國新能源產能 是推動世界經濟綠色轉型 極衰的先進產能 而不是過剩產能 美方炒作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 完全違背客觀事實和經濟規律 本質上就是保護主義 按照美方的邏輯 什麼商品出口多了 什麼就是產能過剩 那美國每年大量出口的大豆、飛機、天然氣 是不是產能過剩呢? 七國集團的財長 是不是應該首先聚焦 美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呢? 他又批評 美方以產能過剩為名 試圖脅迫七國集團的成員 對中國的新能源產品觸難設限 這個實際上是要組建一個保護主義聯盟 和開放共贏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不僅將會損害相關國家消費者福利 亦將會對全球綠色轉型造成干擾和破壞 渥文斌強調 搞綠色商標做不到兩頭魚利 只會懂得其反 要想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就不能搞保護主義 搞保護主義 就不可能真正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美方不能一手高舉應對氣候變化的大旗 要求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承擔更大責任 一方面就揮舞保護主義的大棒 阻礙中國綠色產品造福全球 他重申中國願意和世界各國 深化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合作 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 希望各國堅持開放合作 拒絕保護主義 爭取共贏 避免多輸 事實上 但如果客觀地看一看數據 不僅拜登對華政策失招 由特朗普發動的對華貿易戰以來 數據也顯示出 美國未見到甜頭的 亞洲時報網站5月21日發布了一篇文章 分析所謂中國出口激增背後的數據 全球南方和西方政策分析師口中流行的說法相反 中國並不存在出口激增 中國對發達市場的出口幾年來變化不大 但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就翻了一番 中國不僅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總額空前增長 而且對於全球南方各個地區的出口也同步增長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成功 部分反映出一種新的貿易模式 它是由特朗普政府2019年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 加徵25%關稅所造成的 中國將零部件和資本貨物 運往墨西哥、越南、印度和其他國家 這些國家再將它組裝成製成品 銷往美國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清算銀行和 比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都發表了研究報告 認為美國比過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中國的供應鏈 隨著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增加 美國從全球南方國家的進口也在增加 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從2020年 每月大約900億美元增加到目前的每月1,500億美元 增加了600億美元 其中大約一半就是300億美元 表現為美國從第三國的進口增加了 也就是說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出口增長大約一半 與中國供應鏈延伸到發展中國家有關 另一半就是來自過去幾年 中國佔據主導地位的行業 例如電動汽車、光復產品、數字基礎設施、 交通基礎設施和電子設備 美國不少政策研究機構都認可有關中國的一種看法 認為中國就算沒有危機也在衰落 美國對先進芯片出口的限制 將會挫敗中國的科技紅心 而文章的作者就認為 事實上證明中國不僅繞過了科技制裁 還繞過了美國的關稅 中國早有計劃 即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將本國工業化的一些方面 複製到其他全球南方國家 2015年 作者和一個墨西哥外交官代表團 參觀了華為龐大的深圳總部 參觀了他們的產品線 並且聽取了一場講座 當時有參觀者就問華為 是否專門為了這次會議準備了資料 他們的答案就是 不是的 我們為100個國家制定了數字計劃 你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查得到 簡而言之 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成功 堪稱是出其制性 美國分析人士在這個話題上沉默 不僅是無知或懶惰的表現 也暴露出 美國人不願意承認災難性的集體政策失敗 特朗普政府停止向中國出口先進芯片 美國分析人士當時認為 如果不能獲得先進芯片 中國將無法推出全國性的5G網絡 但幾年後 中國建成了大約360萬個5G機站 而美國就只有10萬個 2020年華盛頓動用了核選項 限制所有的中國企業獲得先進芯片和設備 一年後中國企業推出了5G智能手機 他先進的5G芯片是在中國生產的 文章分析 美國政策界無法承認自己集體犯了災難性錯誤 並且試圖對中國的成功作出解釋 這就是美媒寫文章說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 而且世界受第二次中國衝擊威脅這個說法的動機 所謂第二次中國衝擊這種說法的問題就是在於 中國對它直接競爭的發達國家市場的出口 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 而全球南方國家的出口就大大增加 這些國家對中國廉價的電動汽車、太陽能電磁板和寬頻基礎設施的需求幾乎無限的 作者總結認為 減染這種觀點不如去看看貿易數字就會得出結論 美國對華政策制定是一個恥辱性的失敗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